2020年9月30日,日獨佈繼續和大家說第二則新聞 這是有關香港的黑暴、被捕和警察做的事 第一則消息是關於明天可能發生的示威活動 民陣要求明天示威已經得不到警察的不反對通知書 而上訴也駁回了任何人出來遊行的示威之旅是不合法的 而警方昨天拘捕了三名19至30歲的男子 其中兩個是學生涉嫌在社交平台上發放消息 煽惑他人縱火參與公眾妨礙和非法集結罪 這就是針對這三個人鼓吹明天上街的 做這些破壞行動或者集結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希望大家就不要參加了 另外就是講講法庭消息 去年6月9日民陣快起的反修例遊行 翌日凌晨大批示威者聚集在立法會示威區外面 事後警方拘捕了多人 有13個年齡介乎19至41歲的男子 被控參與非法集結和阻差辦公罪 這就是昨天承認非法集結罪 現在還押到10月13日 等候背景 社會服務令 勞教中心和教導所報告之後才判刑 這個案情所說就是當日有市民在港區的遊行 當晚回到完結後有20多名 的示威者聚集在立法會1號出入口的外面的示威區 在翌日的凌晨 警方告示威者叫他們離開 但他們衝擊警方的防線 包括繼續推鐵馬 扔雜物 用雷射筆照射警察等等 因此現在就是等判了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今年3月31日 是有一個男的物業管理經理 被指在沙田一個行銀隧道裏面 貼文宣 警方拘捕他的時候 他又和警員糾纏 因此被控刑事毀壞和拘捕兩個罪 現在就是 提堂 應辯方的要求暫時無需答辯 在案件押後到11月10日再訊 在這段期間 繼續保釋後審 因此等辯方 索閱 控方文件和提供法律意見 大家也知道 所謂的連龍牆 其實是漏龍牆 使香港人非常不喜歡 我們也知道 例如高sir 就不停幫大家 在清潔香港 採取連龍牆 希望 其實這個責任應該在 民康事務處 或是香港衛生篤道那邊 他們應該是做的 結果是很多市民做的 而這件事我們也知道 曾經因為這個 連龍牆 有市民襲擊 那些連龍牆 因此自己被判入獄 等等 其實這個是分化 香港市民 香港不要被人分化 一定要和心合力 香港地方太小 人不夠多 如果人家是繼續分化 香港前途 非常之 堪如 大家想一下 清醒一下 來吧 來吧 感谢观看